紧销赶到工厂外 冤货爆中秋员工烤肉 发生瓦斯罐爆炸意外 三米南子堂在工厂前 项目员紧急烧烫伤处理 他们身上全身有10%到25% 一到两度的烧烫伤 分别送往两家医院救治 听到蹦的意思很大声 然后那个整个警卫师 都有像是那种被地震 那种炸到的声音这样 就看到一个人倒在那边 然后还有一个人脚被炸伤这样 原来工厂趁着中秋廉价前 员工烤肉 使用类似这种瓦斯喷灯 当时在喷嘴 以及瓦斯罐连接处都喷火 员工试图拿面火器扑灭 却突然爆炸 造成三人受伤 使用瓦斯喷灯 卡氏路要特别小心 程度越高的话 它的那个气态的压力会增加 压力急剧增加 而造成爆裂的状况 在安装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 接合处的地方 是否有漏气的异声或异味 那如果有医生或异味 就表示说你的安装没有正确 那第二个步骤是说 大家在买这个瓦斯喷灯的时候 注意要有这个合格标章 消防员提醒 如果使用瓦斯喷灯 不慎起火 先平放地面 把开关法关闭 试图移除瓦斯罐 若还是无法灭火 赶紧拿灭火器扑灭 并通报 一一走协助 三雄环球省长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